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倒是觉得 二小姐就是人有点傻 其实还挺可爱的 谁说不是 叶熙悟 你如今是御前侍女 宫里规矩这么多 你都学会了吗 还有时间在那儿看画本 不想背 背不下来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准说话 不准乱斗 不准打阁不准放屁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啊 当然是拿下谈太极了 你别告诉我 你看这些画本是为了 当然了 这上面的桥段 我全背下来了 你就等着看我 一盏红图吧 这是什么丑东西 这是我亲手胡的许愿灯 今天晚上要一起放灯吗 许愿灯 是什么严陵巫术吗 不是巫术 是一种 一种情趣 你想象一下啊 朦胧的月色下 两个人一起放灯 一起许下愿望 看着灯笼 缓缓地没入夜空 心中默念着 对未来的西迹 还有对彼此的心意 多美好呀 换言之就是 没什么用吗 对吧 念白语 把它拖出去 是 二小姐 请吧 小莫神 我可在这儿谈了三个时辰 快过来聊两句呗 我可以从风刮雪月 和你聊到人生哲学 快呀 我可以从风刮雪月 干嘛 陛下说你太吵了 而且还一直谈跑调 如果你还没有谈够的话 让我送你到城外去 谈到天亮 尽兴再回来 不必了 我谈够了 再见 陛下 臣与寒凉 要不咱还是回去吧 您都在这儿站了好久了 有会儿该早朝了 陛下 您笑什么 陛下 没什么 他谈得太难听了 这画本上说 越是对这些有权势的能力 又要不卑不亢 不能按规矩完事 最好能当面骂他们一段 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二小姐 让开 陛下 弹台鲜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是一国之主 又生杀大权又长得好看 就可以对我一指气使吗 我虽然只是一个御前世 但我也是有尊严的 怎么会不管用呢 坦太监好狠的心 竟然告诉教养嬷嬷 陛下 您真的很讨厌二小姐吗 看她受烦 您就开心 不然呢 我 我倒是觉得 二小姐就是人有点傻 其实还挺可爱的 谁说不是 拿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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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